而对国民党来讲呢 这次输了下次可不能输 因为下一次特别是新北市全国第一大票仓 如果连这个都丢的话 恐怕马英九2012年连任之路危机重重 今天国民党立委罗淑雷出来开了第一枪 这个话说的再白不过了 他说党内谁出来选都比周习伟要好 而周习伟雷立刻进行了消毒跟危机处理 他说他如果没有办法连任的话 他就要退出政坛 等于是向中央摊台 而另外一个扶上台面的是副院长朱立伦 被点名是新北市的活旗 那么当然朱立伦也是聪明人 今天准备了一套密不透风的答案 不管记者怎么问 他都只肯谈拼经济 早知会被问参选新北市的意愿 朱立伦你好说辞怎么问都是这一套 拼经济做好把施政做好 迎回民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应该现在在考虑任何未来的选举 应该是把施政做好 朱立伦不急着谈未来 但国民党内永珠牌认为 朱立伦的好形象如果成功转战 保住新北市 2012总统选举气势赢一半 更打好朱立伦2016接班基础 但选战隔天 高层就放消息谈下一场选举 听得周锡伟而立很不是滋味 所有的优秀的人才都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来参加初选 到初选结果之后呢 顺应民意的方式来推出最好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经地义 我如果没有参选新北市的市长的话 就会推出政台 周锡伟话说得很硬 拒绝被戳汤圆 但想选态度很坚定 罗书磊却开了第一枪 朱立伦副院长愿一下去选的话很好 设算也比较高 总比那个周县长还要高 所以我想我是支持朱副院长下去参选 而且一定要去参选 胜选是唯一考量 赌州倒州 就是要周锡伟自动退出新北市选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一群熊豪 台北报道